当然是女星男星们一较高下的修罗场。这一件件利器的背后。当然,也有设计师的辛劳与汗水。究竟是谁在征服着人们越来越挑剔的审美呢?让我们看一看。 素有红毯之王之称的Zack Pozen。Zack Pozen在Matt Galler礼服界。到底火爆到什么程度?几乎是去年Matt Galler结束第二天。他又开始准备今年Matt Galler所用的礼服。在红毯上几乎到了。被Zack Pozen设计者得天下,01。Matt Galler,今年Zack Pozen为Matt Galler贡献了六套礼服。 其中五套是3D技术定制的,时装界的老模可歌可戏。而采用的3D打印技术制作的礼服。着实的值得我们模组,by side,一下。Zack Pozen最亮眼的当鼠雷。Ninidabra设计的浪花朵朵透视群。当然,这条裙子从设计到制作。都是泼花时间的。不仅设计和改进需要大量的时间。 就连扫描人体都需要人保持一个小时静止不动。透明的,如水滴一般的紧身连衣裙。在设计上巧妙的把材质的清透。与水浪翻滚的形态相呼应。打造出一种水花飞溅的一瞬间的景象。 这种材质的清透感。折射着内衬裙的材质。焕发着bling bling的闪片。稀稀疏疏疏的小的闪片,如雷射面料的感觉。可有不似雷射那般的张扬。 像静密在水上做关水流涌动的背母。给人一种低调的奢华。据报道Zack Tosin光是制作。就花去了200个小时。经过两次手工打磨和喷涂面漆。Somos Watershed X11122的质感。神似玻璃般的晶莹剔透。穿着时需要五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。 同样兴住了Zack Tosin大量心血的事。Zadon身上穿着的妖娆玫瑰花礼服。整个礼服设计来源取自玫瑰花。绽放的最美瞬间。这个定格了时间美好的时刻,却是应当被记录。Zack Tosin花了五个月的时间。研究玫瑰花绽放的瞬间的最美姿态。而在制作上每三个花瓣。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打印完成。 在礼服上共有21片花瓣。总重量大约15公斤。仅花瓣的处理,就花费了1100多个小时。而在设计的复稿中。我们将能看出设计出来的礼服。 与Zack Tosin预想的效果完全一致。而且Rodanda穿上这个礼服。也是黑芭比本笔了。Depicque Podicone应当算是。印度片酬最高的女星之一了。 此次,她穿着粉红芭比定制礼服的芭比造型。也深深地表现着60年代的复古感。Zack Tosin对于这件金银丝面料提花礼服的。设计精巧之处在于。其表面上的数百个3D打印的装饰物。 这些装饰品,是使用立体光刻技术制成。通过激光固化的液体物质逐层构建。KT Holmes这件紫色礼服。则使Zack Tosin用了近280米彩色薄纱。 以Zack Tosin Nextchain,Editive Next,Protolabs,添加材质制成的装饰棕驴液,为一托设计。3D技术体现在独具特色的衣领上。因其形似斗鱼。 所以,网友还戏谑称其为斗鱼装。下图就是斗鱼本尊。Julia Gardner应该是这五套作品中,制作最快速的礼服。这套通身泛着金色的月贵女神装。让一起时间都定格在这刹那。 当然谈到Zack Tosin在Metal上。惊世骇俗的高科技。又不得不追忆到2016年。那条在有光的环境下平淡无奇。在黑暗里秒遍星海的星空群。这惊美天人的杰作。 党真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漫天的星雨闪耀在裙子上。幻化出来的流光溢彩。真是让人想不到,硬杀与高强度的LED灯。组合在一起,会有这么大的威力。 当然还有Blee Lord身穿。Zack Tosin SS19的Teket礼服。虽然看上去不是很坎朴,不过,这项极乐童话里的公主还是美美的。02.Zack Tosin Zack Tosin也是充分地。向人们证明了,出名要趁早。Zack Tosin出生在纽约的一个犹太家庭。母亲是金融并购律师。父亲是一名画家。 高二他便加入Parsons设计学院预科班。并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服装部做助手。同时还在Nickel Miller手下实习。就此他设计的第一件服装,并被选中投入生产。18岁时,Zack Tosin同时拿到了长春藤林校布朗大学和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offer。最终他选择了圣马丁。 同时赢得了在当时大热的纽约品牌Token,正式担任设计助理。被伦敦VA博物馆,永久收录展出,2000。Zack Tosin就是那种。比你优秀还比你努力的孩子。 随后,Zack Tosin开始自己制衣赚生活费。这也打开了他商业化的思想。他邀请有一定社交圈子的同学好友。免费穿自己设计的服装参加重要场合。 这种移动的广告,获得了时尚圈的关注。甚至获得被超模Name Only Campbell设计的机会。毕业后他回到了纽约发展。为了节省开支他用父母的房子当工作室。 不久后Zack Tosin赢得了。GENART 2001纽约时尚新秀大奖盒。2万美元的奖金。并且得到了三大奢侈品集团巨头CEO们的青睐。Zack Tosin用这笔奖金建立了。自己的独立工作室,并成立了自己的品牌。2002年在纽约正式发布了首个独立秀。从此Zack Tosin的设计之路,就走上了正轨。 03.Zack Tosin Assault, 2020。再来看一看Zack Tosin最新作品。Zack Tosin Resort 2020的度假lookbook,本来已经决定归隐的猪妹Oinzi Wixson,又为了Zack Tosin出山。而这次,他们还搞出了新形式。Zack Tosin让猪妹自己选喜欢的衣服。 Zack Tosin表示,他把各个部分放在一起,选择了我不经常拍摄的部分。这让服装更加的融入了商业化的元素。上个世纪40年代的剪裁风格。 搭配着精致的肩膀与有力的双腿。手工编织与露着蕾丝。自由且一向天开的感觉。都融入到那群百件女性的线条之中。 经过了NetTosin上礼服的设计。Zack Tosin更加注重创新与。3D印花棉衣裙建模的结合设计。那移动的专注于柔美的表现。也深深地体现了Zack Tosin戏剧性的本心。 The End, 2019。继续实行大学生扶持计划。所有课程学费普降600元。北京广州杭州西安武汉,同步预约课程名额。 2019暑假模讯营。服装专业全部课程。